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成长过程 成长过程当中您学习到了什么呢 最近即将有一件大事 两天之后的电视金钟奖颁奖典礼 没错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金钟奖 但并不是要介绍到时候 在红毯上会如何的新年 明星们如何争取斗验 或者是在这里介绍有可能奖落谁家 而是我们特别从这一次的金钟奖入围名单当中 看到了一个人文纪实节目 非常的贴近你我新世代的生活 这是公事在前一阵子从去年开始拍摄 在今年开始播出的一系列的纪实片 叫做台湾人没在怕 用台语来说的话 就是台湾人没在怕啦 但是这台湾人又是谁呢 他们走遍了全世界的13个城市 记录13个台湾的年轻人 在不同的城市为他们的人生做实践的故事 那么今天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的 就是这13集当中其中一集的主角 如果您曾经收看的话 对她做的甜点应该会有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 就是巴黎红甜点的主角琳达 好 琳达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琳达 琳达是一个很棒的甜点师傅 不管有没有看到纪录片 等会儿看她到她介绍她的作品的时候 就会对这个年轻的女孩心生由衷的佩服 那么拍摄琳达的当时在欧洲也流浪了一个月呢 是我们的杨孟佳 杨导演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会特别请导演跟琳达来 是因为在那个将近50分钟的纪录片当中 我不晓得导演花了多少的时间 去拍摄琳达在巴黎的生活 其实当初拍摄琳达的时候 其实花了差不多快一个礼拜的时间 然后尤其中间又因为她刚从美国回来 所以我们等于时间又delay 所以我们在法国待了将近一个多礼拜 对 然后我们几乎就是贴身地去拍摄她的故事 然后去拍摄她整个制作这些甜点的一个过程 其实为什么要去特别介绍琳达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年轻人在台湾 其实当时我知道的是 你在台湾已经有不错的工作 而且是在相当有名的 算是五六星级的大饭店做甜点师傅了 并且你在之前还曾经在日本的制作学校 也曾经进修过 对于一般的台湾甜点界所需要的技能或精力 其实你通通都有了 那你为什么要起心动念跑到法国去 其实法国对所有的甜点师 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憧憬 然后当时也刚好身边的朋友也会说 就是到地的就应该要去法国 那当时其实我算蛮早就开始学习 踏入这一步 然后我现在入行已经十年了 算蛮早吗 其实你大学毕业以后才开始 对对对 大学毕业以后才开始 以年纪来讲不年纪 可是以甜点师傅 因为很多都是十五五六岁就做学徒开始 就变成说我很晚才开始起步 对然后那时候去日本学完 还是会觉得自己有所不足 所以就动了念想说 去看一下法国的东西 就资讯越查越多 发现那边有很好的学校 跟我从来没有看过的一些甜点 就是很有创意 然后会让我想要知道他们怎么做到 可是我想在这里先问一个俗气的问题 那时候Linda在台北的五星级大饭店 是有相当不错的工作的 对那两家饭店都是赫赫有名的 你会不会有一丝一毫的舍不得放弃 或者是畏惧跑到一个 其实语言你并没有很熟悉的地方 其实有耶 我去法国之前 我就是有默默的偷偷哭啦 因为我觉得 还是有哈 有因为在日本的时候就好辛苦了 尤其是语言上 我本身语言不是那么有天分 然后也不是那么勇敢 然后那时候就是想说 我就是专心学东西 所以就不要怕太多的事情 然后要去法国前 我想到就是所有过去日本 在学日文 然后从一个哑巴到完全听不懂 人家讲话的那种害怕跟孤独 要全部重来一次的时候 我就一度有 忧郁吗 忧郁 然后就是跟我 而且又要花钱嘛 所以我就跟我父亲说 那我想一想 还是不要去好了 不要浪费这个钱 然后我爸就很鼓励我 就说 你要趁年轻去做我们 我们已经做不到的事 因为像我爸爸也 你父亲 你父亲非常棒 在那个纪录片当中 你一直不断地提到他 可见他对你的影响是很深的 对 然后他就希望我 我还是 就是家里能够帮我的就帮我 然后我就要去尽力去做到 我想做的 我们要先来看一下琳达的作品 再来谈你的挫折 因为刚刚拿出来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感到 非常的惊艳 或许在现场看 我们可以更加的感受到 它的高度细致的程度 那最特别的是 刚端出来的时候 因为它的颜色 所以我问了琳达 这是不是一个紫罗兰 或者是葡萄 但她告诉我不是 我现在请主人 来告诉我们正确的答案 不可思议的 这款其实是有玄米茶 然后加上台湾的老鹰红豆 然后再加上那个开心果 意大利来的开心果 去组合而成的 其实一开始 我在设定这款甜点的时候 因为我想做的 就是牛郎之女的故事 那所以我选用了紫色 是作为像星空一样的感觉 然后这一颗上面 我有撒一排的亮粉 那它就是使用银箔 然后我就想呈现一点银河的感觉 可是同时又不希望它太深 像好像不能吃 对 所以整个的颜色 在配色上又带一点 像是绣球花 有一点紫蓝 有一点紫红 所以我在这边又做了一个 迷你版的绣球花 然后绣球 绣球花如果我们剪成绣球的话 它其实在以前就是代表 把绣球抛给心爱的人 对 所以我就觉得很多方面 它符合一个 七夕一个爱情的一个情 但是你又把东西方的文化 很巧妙的整个融合起来 你这样子所谓很独创原创的 属于你自己这位甜甜师傅的性格 所呈现出来的创作 是在法国学习到的吗 还是在日本学习到的 跨文化的比较 给你的影响是什么 应该说在每个地方 都学习到不一样的东西 像法国我学到的就是 你如何展现你的创意 其实就不要怕 我发现他们都很勇敢 然后就算做得不好也没关系 重点是 对这很重要 尤其像我在工作的时候 如果Chef今天想让你试一个新的产品 看你会不会做 我们不会都要强着说会 就我就去观察别的法国人 对对对 法国人是这样 就是就算不会没有做过 然后说会 我会 这样你才有机会 就是法国人是不会 他们没有那种客气的 就是也不会让你就对了 不要以为在那边要空中让离就对了 对 不行耶 我刚去最大的冲击是这个 我很多都会谦虚就说 我不会做这个什么 然后就说你不会 那我就不让你做了 对 因为他们的理解就是 你不会啊 所以我就不让你做 所以就你一定要 我会 我什么都会 然后他就会让你有机会去做 是 所以我发现那个勇气要很重要 这个部分有改变你原来的性格吗 我相信有 其实杨岛为了这个系列 其实在这个13集当中 杨岛本身有拍摄了8集 相当多 所以有一段时间 你几乎都在欧洲流浪 琳达是你其中拍摄的一个故事 还有一些其他的故事 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人 跟琳达的状况是很类似的 或有一些你可以帮他们 跟我们国内的年轻人分享的 其实我记得 也是一个女生在华盛顿 她在做亚洲文物修复师 其实我们当初看 她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瘦弱的女生 可是因为文物修复师在国外 其实大部分都是以西洋化为主 是 没错 可是她是以亚洲化为主 所以她就是小众当中的小众 对 然后可是她又必须要做得比别人好 所以当初她去纽约的时候 甚至还有一段时间是 住在一个没有暖气 然后必须借助那个沙发上 睡觉的那种生活 其实那段时间的生活 其实是非常辛苦的 然后她又必须要跟很多来自于不同国家的人竞争 所以就像Linda说的 她必须要把自己做到最好 然后她才能赢过其他的人 那我相信这其实也是其他国家里面的人会遇到的 年轻人会遇到的状况 因为太多这种你资深在外 你不得不坚强一点 因为有些 我记得我忘记跟哪一个个案聊过 就是说我们私底下会去聊说 会不会有人说你回到 你就是要回到台湾 就是如果做得不好就回台湾这样子 感觉不好就是混不下去了 所以回来 可是他们给我一个很积极正面的力量 就是说她不想把台湾当后备的方案 她是想在国外做出一半天力 因为那是她的梦想 我记得尤其在芝加哥交响乐团的那一个中题经手 她是打 她是要去考上这个最高的 很厉害的交响乐团的时候 她必须想办法练习 因为那时候她还有工作 还有什么的 她必须练习不断的考试 甚至是打败所有的人 她能考进去那个芝加哥交响乐团 那考进去已经是那个很高的那个成就了 可是她在里面又必须要更加努力 否则有随时会被后面的人挤下去 然后她其实她说 其实国内也是有交响乐团的人来邀请她 可是她觉得说 她就是要把这个在这个地方做到最好 她不想要把台湾当做后备方案这样子 所以你会感觉到 他们都是要把自己做得最完美 然后不放弃 然后追求自己的梦想这样 其实能够克服在过程当中 这么多的挫折跟困难 一定有一个很重要的驱动力 在驱动你的生命往前走 那那个大的目标在那边 我想请问一下 以琳达来说 因为刚才杨岛讲了 有的人希望我就是要在那边顶天立地 成为一方之霸 那对琳达来说 你的梦想是什么 因为你喜欢做甜点 而你现在结束了在日本跟法国的休业 你在那当地也工作过了 回到了台湾 我知道前一阵子你开了一个工作室 那么接下来这个甜点之路 你想要怎么延续下去 你终极的梦想是什么 终极的梦想 其实我最初的梦想是当甜点师 就是当甜点师 所以其实很多人会来问我 要不要出国 要去哪里等等的 我都说 其实出国不要当梦想 那是你的过程 那是你最终的目标 应该是你想要做什么 然后我印象很深 我那时候日本结束回来台湾 我刚好就参加了一个比赛 然后那时候就也很幸运得到冠军 所以我就可以跟其他台湾甜点界的前辈们 一起去日本比赛 那时候我就坐在一台巴士上 我就坐后面 然后我看着所有都是厉害的大前辈 然后在聊天什么 我那时候就是好感动 就是我真的成为了甜点师 他们里面的一员 对我就觉得我真的靠近了这个我梦想的世界一点 我就觉得这很棒 然后我想创自己的工作室主要是因为 我发现有很多台湾的甜点是可以更好的 那我不能只说说而已 我想要自己亲自做出来 我想要做的东西 所以我就做了这一系列的甜点 来有在做饭首这样子 你记录他们的故事的过程当中 回到你自己的生命当中 也可以给你一些反馈跟启发吧 其实我当初会之所以来拍摄他们的故事的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我的生命当中 有某一个部分是跟他们很像的 因为其实我们在做创作拍片 其实都是一种比较辛苦的行业 然后很多时候其实是赚不了钱 然后家里面的人也不一定能够谅解说 而且还日夜颠倒了 对日夜颠倒 对所以家人也不一定会了解说 我们到底在做些什么 所以我发现我们这群年轻人 其实跟他们很像 其实就是他们都 我们都在追求一个梦想 那当然我们三餐温饱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 对所以我们希望在三餐温饱之余 又能够同时追求自己的梦想 这比较是我们想要去做的事情 所以看到他们的故事 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 就是因为我发现 他们在国外这么艰困的环境 几乎没有人可以帮他们 可是他们却可以做这么好的状况 那我们更何况我们在台湾 我们是有朋友可以帮忙的 然后这个环境是对我们 可能是稍微友善一点的时候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得跟他们一样好呢 所以我当初其实有某一个潜意识 就是用这样的角度去问他们的问题 然后我突然发现其实 他们心里面有很强的意志力 就是说我一定要做到最好 然后不管别人怎么看 就算我做错了 做失败了 我还是继续往前 因为我最近学到一句话 就是说就算身上有泥巴 你就等它干掉 擦掉就好了 对说的好 就是其实 如果你有退路 你就会有千百万步的退路了 所以你不能给自己有退路 你就只能往前 不然的话你永远只会给自己借口 或者是台阶一直往下走 往下走 你就没有办法成功 所以其实看到他们的时候 其实也是等于是给我们台湾年轻人一个借禁 就是说你其实可以 可以往前走 不要给自己太多借口 不要说 经济上只要温饱之后 那你可以试着往自己往前面走 而不是满足于现状 因为我觉得人是可以成功的 因为在他之前 我觉得他的故事很有趣的地方是 他是学金融的 甚至是大学之后 他开始学那个 谁会知道这种事情 谁会知道他十年后坐在这里 然后做了这个蛋糕 我们真的没想到十年之后 我们变成什么样子 所以其实我觉得人的潜力是无限 是可以做到更好的 但重点就在于 你要发挥你的潜力 你有那个理想 重点你要跨出那一步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最重要的是那一步